发生枪击案的隔天 美国德克萨斯靠近墨西哥边境 传出休旅车冲撞路人事件 导致在巴士亭等车的7名路人惨死 多人受伤 德州布朗斯维尔市警官桑多万指出 星期天早上8点半 一辆休旅车在收容大批移民的 奥萨纳姆中心附近 快速撞上人行道 当时有不少人在巴士亭等车 直接被休旅车撞飞 7名死者当中包括椰棉 警方没有透露伤者人数和伤势情况 至于赵霍南司机已经落网 将面对鲁莽驾驶指控 可能还会被控其他罪行 警方还在调查 嫌犯是故意干案还是失控冲撞路人 台湾海岸人数和伤势��겠습니다 警方在注意安全性能阻止